应该走出去 发气强调不缺金主 董事长潘建成对红色供应链看法开放 取联子公司赵新去年底传出大陆紫光友谊入股后 就成为市场焦点 潘建成呼吁要是继续紧闭大门 陆资还是照样用钱吸引台湾人才外流 我们不会奔道找同位投资 找同位投资同位的目的是什么 你的技术嘛 你的人嘛 掏空就发生了嘛 我们一定是找上下游配合的 绑在一个阵营 就像我们的妥协法关系一样绑在一起 大家立在一起 他一定会保护我 潘建成信心满满相信策略对象正确最重要 群联至今稳坐控制晶片龙头宝座 第一季营收99亿元 税后净利9.2亿元 每股盈于4.71块钱 第三季绝对是很缺 其实现在我们就很清楚第三季能够拿到的货 非常的有限 潘建成一向乐观的性格 或许也跟他是马来西亚乔生有关 话风一转更提到之前 杠上立委黄国昌力挺乔生毕业后 应该在台湾就职 我们公司有70个了 蛮小心70个我根本不用带头 那这些人我会请他一定是好用 我才请不好用我钱干嘛 对钱不是很好赚的对不对 含蓄不愿意再和政治人物再扯上边 潘建成的公司现在市值500亿元 有话直说的性格在产业界 难怪会一发话就受到关注 单纯徐秀里圈台北曾到